大家好,我现在为大家讲解一下乐迪CB86plus的电压校准 首先我们拿到充电器,以后的话连接电压线 关机状态下的话,按住START键和SET键 以后给充电器上电 以后进入一个校准界面,所以可以松开 以后看到我们这个蓝色的模块的话就是一个输入电压 以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校准电压 现在我们要测一下这个电池电压和电源电压 我们可以用这种普通的万用表 我们的话还有我们转业的一个泰克的40506位半的一个数字表 然后我们测试电源电压 输入是12.0008,12伏电源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我们校准的一个电池 一个测量电压 我们校准的话,电压端口是在充电器的第四个端口的最右的两节 两根线,然后我们测试在靠最右边的两根线的电池电压 这个4.1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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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1 然后我们先测这个电压 电源电压可以按确定12伏位置 然后下面能够调整这个被测电池的电压 4.16级 4.164 4.164 然后通过加减号可以调整 4.164 然后设置完之后按这个set键保存 4.163 有1毫复误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普通外用表测量的值 看一下 4.16 4.16 4.16 然后我们测量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我们再测一下这个 比如说没有万用表的朋友可以用 bb响也可以测试 看一下bb响 第一节是4.16 4.13 4.09 这 还是有30毫伏的误差 但是我们有买我们回传的话 也可以用我们的回传测试一个总的电压 显示的值是8.3 再看一下8.3 8.3 8.3 总的电压是8.3 8点了 这BB小还是有点误差 再看一下总的电压 用我们的专业仪器测一下 输出是8.3 8.32 8.32是准的 8.32 调整电压是准的 我们的回传 省视8.3 也是准的 所以我们的回传还是比较好用一点的 所以我们的回传 先转一步 我们的回传 我们的回传 我们的回传